泰國女星妮達帕查娜威拉派 追合案原以為告一段落 沒想到時隔三個月 妮達帕查的社群網站更新了好幾篇PO文 表示自己是被朋友陷害 引發權網驚嚇討論 整齊案件疑點重重 她的母親突然支持女兒遭謀殺 死亡地點甚至不是在水中 而是在岸上 而且這件事還牽扯到 非常具有詮釋地位的人物 跟踢爆TML手機裡 有多張4000被逼拍的裸照 並指出她的經紀人是共犯之一 策劃了這起後門宴 事發當晚同友友人也透露 TML經紀人衣服上還沾有血跡 經過證實 經紀人表示 她當天穿的衣服其實是TML的 穿血跡可能是她之前沾染到的 目前整齊案件 隱謀殺案追查中 泰媒報陶指出 TML輕罵找上一名生探 和議員試圖翻案 更將手機寄給遠在美國的男性密友Banjack 解鎖手機找尋她殺線索 而爆料4000被牆逼拍裸照 寄在TML社群網站上更新的貼文 都出自她之手 以表示TML應該是得知自己無法逃脫 所以沿途都有拍照 無因存證 其量後來真的發生了憾事 有相關人士通露 TML媽媽之所以想翻案 是因為若女兒被謀殺的罪名成立 除了由異鄉附上索賠的3000萬泰鑄 她還可以得到兩億泰鑄的賠償 因此找上Banjack 希望可以為她搜集證據 而和TML媽媽老凡的律師 則是要求她不要輕舉妄動 否則可能因證據不足 反被指控誣告 原來巨額賠償 甚至是坐牢 但TML媽媽還是堅信 女兒不是自殺 因為手機早刪除的照片已復原 但最了解Banjack 先前曾涉嫌及起炸氣案 被泰國警方追捕而逃回美國 因此也遭受不少網友的質疑